資訊 每次會想要幫我們去醫生這樣子 我總 pelos是回到Maker最原始的精神 我們希望把Maker真正做的東西回到生活 那你是去从生活里面找材料 从生活里面去找你要维修的东西 是真正你所需要的东西 而不是你做一些可能好玩的机器人 或者是你只是运用高端的那些3D音表机 或者是雷射切割机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 用最原始的方法 用最基本的工具叫小朋友 那怎么样去修理他家里的一些 坏掉的玩具或者是文具 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让他把科学回归到生活里面 那一方面也是训练小朋友的 这个讲不出 训练小朋友的耐心 那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家长一起来 就是让家长也知道 原来我们坏掉的这些玩具 可以这样去处理它 而不是只是把它丢掉而已 我今天修了像这个 这是什么 像喷水电风扇 我觉得如果玩具坏掉的话 就先尝试一下看能不能自己修 因为我在家里也是这样 只是怎么修都修不好 今年就是那个宣安老师的号召 然后来帮小孩子修玩具 但是重点是 不是我们修 是小朋友自己修 像国小四五年级已经学到电学 那玩具会自己拆开 又自己把它修复 我觉得这个概念就是做中学 然后学以致用 我觉得这个理念很好 我发现就是 你跟孩子讲很多理论 你没有让他实作 他永远只是理论 永远都是老师的东西 但是你真正实际让孩子动手操作 他真的就可以学到东西 而且还是维修他自己的玩具 他就会真的学到带着手的能力 透过这样修理当中 我们可以去了解他的原理 我们可以发现说 这个玩具虽然第一种方式不可以使用 我们可以透过第二种方式 一样也是很好的一个玩具这样子 他至少可以是想要动手去拆解 然后看了解里面的构造 然后想要试着把它修好 我觉得这是一件还不错的事情 而且在家里也是很实用性 然后也很环保 那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其实主要的目的就是让孩子 培养他的专注力 那培养他怎么样去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我们这一次主要针对的是 国小的学生 所以我们以玩具跟文具为主 那未来这样子的活动 我们希望扩及到国高中 甚至一般的民众 那我们大概修理的东西 就会以小家电为主 因为小家电其实很多 大家用完就丢的那种心态 其实是可以利用维修的方法 让它再生 那希望未来我们有机会 可以再继续把这个活动办下去 那也感谢很多很多人的鼓励跟参与 谢谢大家 谢谢 你们想要当文具生吗 为什么不想 因为感觉很累 很麻烦 那你想当什么 什么都想当 很大吧 小家电有不得啊 别 stor了